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很高興來跟各位分享玩具啦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呢 是作為一個官方歷史上第一隻史上世界初 第一隻IDW漫畫裡面的一個特殊角色 這款隸屬於狂派DJD 黑狗隊裡面的一個成員之一 塔恩 這個塔恩黑狗隊這一個團體呢 是有五個人加上一條狗 所組合成的一個類似狂派的一個錦衣衛的那種角色啦 就是懲戒隊專門抓叛徒跟 那個暗殺小隊的那種類似那種身份 那當然呢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 像你看到今天這個角色叫塔恩 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都是以賽博坦的地名下去命名的 所以就是告訴你 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替代這一個角色 只要他死掉 就跟你們看的那個金牌特務 那個Kingsman一樣 藍斯洛特掛掉了怎麼辦 就趕快訓練一個新的 新的Agents 然後來加入 然後變成藍斯洛特這個角色 所以啦 塔恩今天如果不姓奧斗了 就會有另外一個傢伙來變成塔恩 所以他們就是 名字就是用地名來命名 所以他們不任何人都可以是他 OK OK那官方當然了 莫名其妙的推出了這個漫畫裡面的一個角色 當然 作為一個 新里程碑啦 說不定這隻推出完之後呢 他的另外額外的四個成員加一條狗 也可以 莫名其妙的就推出 當然這是我希望啦 好不好 那官方會不會做 不知道 OK 那今天 這隻我們一樣進入他的介紹 官方對他的禮遇 我也會在影片裡面一一跟各位解說 那當然塔恩這隻角色呢 官方海之寶呢 把他設定在 Volge class 航海加級的一個玩具大小 當然就是這麼大隻 好 那當然整體呢 因為是Volge class 所以呢 幾乎身上呢 很特別的是沒有任何的偷膠跟空洞 除了腳部這個變形結構以外 其他都沒有任何的偷膠跟空洞 這是讓人非常意外又匪夷所思的地方 真的是給他讚良 你從後面看就像這樣子 非常乾淨的美背 甚至呢 有點薄了 他整個整體的體型有點薄了 因為太乾淨了 有沒有 那整體就是像這樣子 深色紫色跟黑色還有一些特殊的構成 顏色就跟漫畫裡面的配色非常的接近 那他最大的特徵就是在於這一個 臉上這一個非常帥氣的狂派Mark的面具 狂派標誌的標誌的面具 非常的帥氣 不過呢 因為可能是因為MMC玩具的關係啦 MMC幫他設計了一個可以脫掉面具的那個造型 不過呢據我所知漫畫裡面 塔恩應該沒有脫掉面具的一個造型才對 這我不清楚啦 因為我最起碼 這部漫畫其實我沒有很認真去把它看完 但是我知道就是他好像沒有脫掉漫畫這個部分 那脫掉面具這個部分 然後漫畫 然後那個MMC有幫他設計一個脫面具的那個臉 那當然官方這一隻就是沒有辦法脫面具 那如果你們很糾結的話咧就買MMC 那如果一點都不糾結咧就吃官方這一隻好不好 面具非常的帥 胸口這個狂派的MMC呢也非常的帥氣 有嗎齁 只有讚而已 那整體的造型就跟各位就看到這個樣子嘛 那我們一樣進度他的一個細部 detail跟可動 那頭部呢是使用的是一個球型關節連結 可以上下 左右 365度旋轉 龐吉色跟鬼一樣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只有送而已 非常的流暢齁 然後呢肩膀這邊使用的是兩個單軸 可以旋轉365度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橫下來可以平舉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手臂的可動呢 給他設定在這邊齁 他可以旋轉365度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走區90度也沒有任何問題 禮遇的地方來了齁 拳頭可以旋轉365度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然後 五指可開合手 真的是官方的 厚愛 你看 五指可動 就這樣子 雖然是布袋器手 但最起碼官方在這個等級才給了他可動手 你看萊歐康寶 多可憐 這樣 然後呢 整個胸甲這邊非常的漂亮 然後分色也分色分得非常的好 這裡使用的是一個透明零件 當然會不會考慘一回事啊 腰可以旋轉左右沒有問題正常人的活動 為什麼不能夠365度呢 因為這一塊 背包呢 他的大小剛好卡到這個地方這一塊關節 所以呢 原本是可以三八十五度的啦 但是這邊剛好卡住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了 不過正常的活動動作他也是做得出來 然後呢 骨關節這邊呢 使用的是兩個單軸 搭配這一整個造型骨關節 所以前踢腿可以像這樣子 這麼高沒有問題齁 骨關節造型會跑到這裡來 後踢腿可以踢到這麼高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骨關節的造型就做這邊而已 這裡就會繞賽 當然你care的話就不要往後踢啦 前踢腿沒有問題 後踢腿可以 橫向側開呢 當然是可以做到一個橫向側開 大概這麼開沒有問題 然後這邊有一個橫向的旋轉關節 基本上也是365度沒有問題啦 這樣 然後官方後外 這裡的偷膠跟空洞 全部都用你看這邊一個錨釘 打了這塊零件把它遮住了 官方後外 膝蓋可以摺曲超過90度 官方特別禮遇呢 這一個變形結構呢 可以讓它再往後 撐下去 讓它的腳變成整個屈膝 膝蓋梯技 勇者式膝蓋梯技 用膝蓋跳下去都沒有問題齁 比較可惜這塊造型這邊不能活動啦 這邊如果可以再額外活動的話 應該會更好 這樣 然後呢 腳踝這裡呢 使用的是一個前後可以活動的一個變形關節 搭配左右的貼地 當然沒有辦法旋轉齁 給左右貼地 所以基本上這一隻呢 最厲害的是呢 它的可動性 就跟當年的鐵工廠一樣齁 可動送變形 它的整個腳呢 因應這塊變形結構的關係呢 它可以整個挑到 這麼誇張的一個垂地動作齁 大家最喜歡的垂地動作 跟整個蹲半蹲的這個姿勢 這一隻玩具呢 都可以確實的做出來 有沒有 非常的帥氣 非常的帥氣 齁 當然啦 看完了它的可動跟造型之後呢 各位應該是想要知道 就是它的一個27個變形步驟 到底是怎麼樣齁 我們就沒有的時候 直接進入一個27個變形步驟齁 那變形之前呢 首先你必須把它的手砲先取下來 放邊啊 然後接下來就整個本體的變形 那在這邊一樣齁 如果你有拿到這一隻一樣看說明書齁 啊如果你覺得看說明書很麻煩 就是一樣看說明書不如看我變 我變得比說明書還要精彩 齁 那一樣沒有的時候 直接進入一個變形結構吧 鏡頭先調一下 讓它變得比較亮一點齁 不然你們什麼都看不到 那變形齁 我們首先選擇一樣 上下半身來變齁 我們一樣 因為它這隻的變形著重於上半身 我們就用上半身先來變 當然這個變形呢 也存在著一個 我個人覺得很糟糕的缺點 一樣會跟各位講 首先呢 在變形之前 你必須把這個前面這邊兩個卡扣先給它解開 壓著胸口這邊有兩個卡扣 先給它解開之後 然後呢 背部這邊這裡有兩個卡扣 先給它解開 這邊有兩個卡扣解開 這也是連接一個透明零件的一個卡扣 解開之後呢 整個這塊背板給它旋轉 旋轉七八八十多 讓它變這個樣子 然後這兩個背上這兩個砲 把它旋轉到這邊有一個卡扣扣起來 兩邊都一樣 讓它變像這樣子 然後呢 頭部呢這邊有個空間 整個把它旋轉塞到 這個裡面 讓它變像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呢 這邊也是我覺得 最糟糕的地方 這是變形體驗來說最糟糕的地方 這裡呢 它有兩個拉伸的關節 你必須把它先從它的胸口裡面拉伸出來 那拉伸的時候 你必須把這兩個前後的卡扣都解開 這邊有一個拉出來一點點 大概不到0.5公分左右的距離 拉出來之後呢 這裡就可以旋轉 以這個方向轉過去喔 從這邊這樣轉過去喔 兩邊建議你一起操作 因為呢 這裡呢 它使用的是一個透明零件連接這個零件軸 它是整個很吃 整個卡住的 如果你沒有順著轉 兩邊 如果你沒有順著都一起轉的話呢 這個地方很容易會被另外一邊的零件撐到掉下來 所以你兩邊 我是建議你一起轉 轉過來 讓它變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塊 胸甲的零件就會跑到這裡來 因為這個地方 它其實只是一個 兩個卡扣固定 容易掉下來 變到這裡來之後呢 接下來 變形它的手 手呢 把它翻到這個位置 因為這樣子你才可以騰出空間來變形 把這邊 整個肩膀這裡跟這裡把它分開 然後呢 這個 它可以額外打開這個零件 打開讓它像這樣子 然後呢 接下來這邊這個 手臂這邊這個手甲的地方呢 這裡把它打開之後呢 旋轉 翻過來這邊 然後呢 接下來你要把這個零件把它轉過來 讓這邊是朝這裡的 這邊有個小小的小卡扣有沒有 看到這個小卡扣 我幫你們鏡頭看不看得到 這個小卡扣的地方 這裡呢 是要 朝這個方向的 因為 你等它這個凸點 要結合在它這個 這邊這個面 這裡 這邊全部做好之後呢 你把它旋轉上來這個位置 旋轉上來這個位置 讓它變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裡 它這邊有一個額外可以折開的零件 然後像這樣折開 這裡就跟這裡可以做一個結合 這邊跟這裡可以做一個結合 然後呢 結合之前呢 你要再去變形它的腳 我們就先不動 兩邊手我們先來做一次 好 兩邊手一樣做一次 把它 一樣翻開 這塊零件一樣給它翻開 然後呢 這個肩胛的地方給它旋轉 這邊給它旋轉之後呢 這裡給它整個轉上來 這個位置 然後呢 這裡給它蓋起來 轉到這個位置 然後這裡蓋過來 這邊旋轉 對不對 然後變像這個樣子 剛剛那兩邊手的位置 看不懂沒有關係 多看幾遍你就知道了 然後用這個關節的錯位 讓手這邊可以折過來 像骨折一樣折過來 好 要來呢 這邊這個 凸點呢 就是要結合在這邊這個凹槽這個位置 給它折過來 好 兩隻手都一樣 折過來這邊有一個小卡扣 組合過來 這樣就會變成 這個地方就會變成坦克車的履帶 好 看不懂沒關係 再看一次 剛我們變到這個位置之後呢 這個關節把它折過來之後 這一塊你會塞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空間把它塞進去 然後這邊這個卡扣組合起來之後呢 整個履帶就會變成一整個的 好啊捏 好 放好之後呢 先不要扣起來 因為你接下來要來變形它整個後面這裡 好 然後呢 這邊 這兩個 我們剛不是拔起來這兩個小小的凸點 對應到這個輪胎的地方 我們把它拔起來 不用扣它了 接下來你把整個這裡 往後推 一個二重關節 拉到這個位置來 讓它擺在這裡 壓下來之後擺在這裡 這邊看到兩個小小的凸點 這個就是組合在它腳的這邊這兩個凹點 好啊捏 腳腳把它翻成平的 那運用剛這一塊多出來的折洞關節 把它折過來 運這一塊折過來之後 兩邊都折過來 把它解開折過來之後 然後呢 你會看到這裡我們有兩個左右的一個卡扣 把它結合起來 兩隻腳都結合起來 然後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這邊就給它折過來 順勢給它奧過來 然後呢 折過來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這邊這個小小的凸點呢 就是要連接到這邊這個凹點 這時候你就可以把它的這個卡扣 組合起來了 這樣給它接起來 左右邊都接起來之後呢 再把這個折過來 跟這裡做一個結合 然後這邊也可以卡住 左右兩邊這邊也可以卡住 看不看得懂就是這樣而已啦 整個就是 你必須要先做到就是把它的 這裡 肩膀先變形好之後呢 卡扣位置朝對 先放好 後面兩隻腳變形好之後呢 左右組合起來 再去組合旁邊這兩個卡扣 然後整個翻過來之後呢 把所有的卡扣都連結起來 然後變成這個樣子 它就會變成 塔恩的賽博團坦克型態 然後接下來呢 這一塊手炮的地方呢 這邊你會看到這裡有兩個橫向的一個橫條 就組合在背後這個橫條 那這個地方呢 它整個是可以旋轉的 你再組合下去 記得就把它旋轉 等一下 這變錯了 這個位置不對 炮的位置這邊要朝上 這裡整個給它旋轉 那變像這個樣子 這裡呢 就變成朝這個方向 炮前面嘛 這邊就變這樣子 然後呢 把它組合在這一個的 橫炮的上面 那當然呢 它包裝盒上面有一個 就是它的一個進化模式 就是它的整個變成一個長槍的那個模式 就是剛剛的樣子嘛 你把這個拿起來 只要把它組合起來 順便跟你講一下而已 這個地方把它組上去 這裡就會變成它的一個 手拿武器的那個手的地方 然後連接一根桿 變成它可以一整支長槍 這只是它另外一個模式 當然 我的影片裡面其實沒有介紹到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 蠻牙給的 也不算是一個特別的賣點 所以我就這樣帶過就好了 你們知道一下就好了 OK 那當然變形成坦克車之後呢 27個步驟就是這麼簡單 比較有問題 我個人是覺得就是這邊 這個胸甲在旋轉的地方 跟這裡 這裡如果有乾色的話 這塊胸甲很容易會掉下來 其他呢 就真的沒什麼太多的問題了 那變形呢 也是非常的簡單 流暢 那變形成賽博坦坦克呢 就像這個樣子 基本上跟它 在漫畫裡面的造型呢 百分之九十的一個相似 那裡面的隱藏呢 就像這個樣子 一個很很 傳統的 當年很傳統的這種 車型態的變形 這樣奧奧耶 就這樣子 那手部呢 這邊就是像這樣子 整個裸露在外面 如果你覺得很難看的話呢 就旋轉一下它的一個旋轉手 讓它變成像這個樣子 直接把這個地方朝下 如果你真的覺得很醜的話 稍微調整一下 讓它像這樣子 看你啦 好不好 OK 那變成車子的形態就像這樣子 扁扁的 非常的好看 我個人是覺得蠻漂亮的啦 當然不知道你們怎麼覺得 那炮台的地方 一樣是可以做旋轉攻擊 啥爸整個都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360度沒問題 前面這個小小的支援炮 也是可以左右開合 所以真的是火力十足啦 然後MARK呢 原本在胸部的地方 就會變成狂派的那個 車子型態前面那個 前鏟的一個這個地方 算是蠻有巧思的啦 那當然呢 這個 賽博坦車子型態呢 它下面有附上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可以把整個支撐起來的 一個像假的那種滾輪的地方 可以讓嚕的地方 可是是假的 它就是把這個 本體抬起來而已 但是它不具備滾動的功能 只是把零件抬起來 那當然好不好看 就看你們個人啦 好不好 這樣 OK 那這款塔恩呢 基本上它的變形跟 可動還有造型就像這個樣子啦 齁 那這邊再跟各位講一下 排之寶官方啦齁 呃 有可能有人誤會了啦 我 排之寶並沒有贊助我 所以呢 我的玩具呢 也跟各位一樣 基本上都是店家鋪貨 我預訂 然後拿到貨 這樣子 齁 所以並不存在於說 我一定會有貨這種事情 因為我也是跟你們一樣 有時候可能店家 沒有貨啦 或怎麼樣 叫著店家太名氣不夠啦 太小間 所以人家就給他們砍單 量不夠砍單 怎麼的 所以我也還是會面臨這個問題 只是呢 因為我最近這幾年 慎選的店家 齁 都是那種比較 有排場的 齁 那可能進貨量也比較充足的那種 所以基本上也不太容易被砍單的 而且我都是一直秉持著 先買先享受啦 玩買賭折扣 基本上我不太賭折扣 為什麼 因為 如果哪怕這一隻 他突然 只出一次就沒有了 所以 不小心你買不到了 就落賽這樣子 齁 基本上我是不想用 不想用毒的啦 當然這一隻齁 齁 也再跟各位強調齁 這個再跟各位強調一下 因為塔恩這一隻 他 一開始孩子寶官方的相配問題 所以可能獅王在 2比1的那種配量裡面呢 這隻的量可能會比較少 當然我指的是第一批而已 後續呢 因為照官方的流行齁 大家也玩 官方的玩具玩這麼久了 官方的後續一定會再補充貨量 讓各位基本上都可以拿到 齁 塔恩 這隻算他放在Volge Class 所以說他的量應該不會少到 讓你買不夠 應該是不會 齁 所以呢 不要在一開始你因為買不到 就怕 後面也買不到 導致於你被 黃牛這些的炒家 賺掉了 齁我說過啦 我不care炒家去炒作 但是我最賭然的是玩具 一開始推出 你們就來炒 齁這是很不道德的問題 很不道德的啦 齁 一開始出來才推出不到一個月 你他媽就開始 憋高 齁這個是 台灣玩具圈一個非常不OK的現象 齁真的 那我就很不喜歡這樣子啦 如果你說這玩具出了一段時間了 他已經斷貨了 買不到了 然後因應市場價值 他飛起來了 那當然另當別論嘛 對不對 你誰叫你一開始不買 齁那當然這個東西 可是這種東西是一開始推出了 你就開始炒 那你跟他媽狗有什麼兩樣 說真的啦 我們講難聽也就是這樣 齁 當然啦 如果你們聽我的杜絕炒家 齁等待 齁你們還是可以吃到甜美的果實 好不好 OK齁就像這樣子 好啦那這隻塔安呢 就介紹到這裡了齁 那其他官方的 The Next的四小牆齁 後續會跟各位再介紹齁 那今天先這樣子 好不好 那對於這隻玩具還有什麼其他問題呢 下面都可以幫我留言 我們來做一個QA 那當然對於 呃 影片的風格齁 如果你喜歡的話咧 就幫我點個讚 然後分享轉發 訂閱追蹤 隨時隨地看我發新的玩具 那當然如果對於風格不喜歡的 直接拜託你上一頁Nest 不要折磨你的眼球 連看都不要看 好不好 OK齁 那今天這隻玩具到這裡了齁 謝謝各位 囉啦 呦 我們順便來做個田野追蹤齁 你看最近這 王八蛋 這是我的 放在客廳蓋的小伯伯 這傢伙呢 一直有一個壞習慣 只要這個東西上面有他的味道呢 他就自認這個玩意兒是他的 你看 我的棉被 他把你拿掉掉 他不讓我蓋我的棉被 王八蛋 喔 想想算的啦 冬天啦 他就是狗狗就是這樣子啦 下面一定要墊一個什麼東西 讓他就是暖暖的 他心情就會很好 像這樣子 你要怎麼推都推不走 硬要 狗的壞習慣 這是我的東背 小背背 那當然也很多人說最近沒有看到奶油 奶油就是這樣子 一樣 越來越老 然後越來越大塊 你看到沒有 越來越大塊 當然啦 還是很會吃啦 會吃就是福氣啦 OK 那也滿足各位很久沒有看到他的一個 思念了 來奶油 跟各位打招呼 雖然他不會講話 老狗了 剛剛在睡覺 現在剛被我吵醒 現在在傭心 好 就這樣